9月4日,日韩国媒体NUSA最新报道指出,在世界杯赛上表现出色,最后时科技球权杀了世界冠军德国队的韩国铁卫定英权,等可以在欧洲联赛转会窗关闭前完成转会,实现到欧洲踢球的心愿。 但却因为恒大要价太高,导致金英权的转会泡汤了,韩国媒体指出,金英权为了实现去欧洲踢球的心愿,不惜到幅度较低薪水,但是中朝期冠王恒大因为在他身上投入太高,希望收回300万美元的成本。 结果没有球队,因为这位决杀了德国的后卫买单,导致金英权的转会失败了。 目前的情况是,金英权和恒大还剩下接近一年的合同,到明年夏天正式到期。 但他已经被恒大取消了中朝联赛的报名资格,预计明年也不可能踢上球。 如果不能完成转会,金英权将一直在预备队,踢到明年6月30日合同到期。 这将给他的竞技状态带来严峻的挑战,因此韩国媒体埋怨恒大,认为恒大如此对待这样,一位功臣实属不公,索要300万美元的转会费过于贪婪,利益已更低,甚至是零转会费的价格放他走。 笔者则认为,韩国媒体这是过于追毛球磋了,虽然欧洲大多数球队也缺钱,但是区区300万转会费,他们还是拿得出来的。 赴买金英权的原因很简单,他们不会因为证明后卫进了世界杯冠军一个球,就脑筋一热将他引进。